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夕阳诡节万圣节淡水一信幼儿园 今天上午更来到了淡水老街 许多小朋友都穿上充满创意的DIY主题服装 来到老街向店家讨糖果 俏皮可爱的模样让老街多一分欢乐气氛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夕阳诡节万圣节 因此许多幼儿园也为了应景规划了一系列的游街行程 在淡水一信幼儿园 今天上午更来到了淡水老街 许多小朋友都穿上了充满创意DIY的主题服装 可以看到从老师家长到小朋友 满街的搞怪变装 提着桶子到老街来向店家讨糖果 俏皮可爱的模样 让老街多了一份欢乐气氛 你是做什么造型的 烟头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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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刚刚有没有要去讨到糖果 有 用那个纸板去买那个美奈板之类的东西 阿里用旧的衣服 去买个适合他的那个 那个罐子 对 把他剪开 对阿里用比较简单的东西帮他弄一弄 对 那这是什么造型 烟头颅 对阿其实我每次看 某一个小朋友的类似造型下去做的 随着节庆歌曲 想起打扮成各种造型的大小朋友 一起展现超萌可爱的唱跳活动 不少家长都尽心为小朋友打扮各种搞怪的造型 用回收物来改造成为鬼怪的外形也相当特别 而另外还有各式的公主英雄 幼儿园表示为了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特别的体验 今天许多幼儿园也都带着小朋友们上街变装 吸引路人的围观 我们为了让孩子感受不同的节庆文化 今年我们邀请爸妈和我们一起走秀 我们一起来逛老街 我们一起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亲子时光 小朋友们排排站 一整排的小朋友穿着家长DIY的造型服装 真的相当可爱 大队的妖魔鬼怪走上老街 走进操商 甚至是银行来讨堂吃 无论是造型华丽的公主 或者是蜘蛛人 还有毛茸茸的小怪物 每一个装扮都是家长精心的巧思 而这样子的活动 更是让老街充满浓浓的万圣节气氛 记者许多人一带全赛访报道